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神给了所有人一次考验的机会 就是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呢 人们思考的时间很长 在验证这个社会 而战争的爆发呢 战争的爆发依然有它神性的背后 让所有人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判断 我们节目中意在强调 都是个人的选择了 有人说战争还是神的 神是保护人的 3月20号 再过十来天 大概就是犹太人的余夜节 余夜节就是羊血的故事 那是神出手杀了人 杀了所有胎生的投胎 让你断子绝孙 去提醒那些上存良知的犹太人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黑死病在先 文艺复兴在后 中间大概间隔了两三年吧 神透过杀人唤醒人们对神的记忆 你当然可以不接受了 所以那为什么不接受 你不信神 所以可能是被神杀掉的对象 你当然可以不接受 我个人只是劝善 所以就像我们说的 政治社会的一切 对于就我个人来讲 垃圾 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真的 我只是 只是我们人生走过一个过场而已 俄罗斯说 他再次使用了超高音速 高超音速的导弹 他为什么连续使用 为什么连续使用 是因为英国跟美国进口了 向乌克兰发送了 他更加先进的反导弹系统 更加先进的反导弹系统 所以那这种武器 废掉了英美的所有反导弹系统 他在实际战场中去试验了他 而这种武器早在2016年 他就开 他就出来了 2018年大规模的发展 所以如果 当然你可以这么讲 说那你说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 如果英美不去支持 不发送这个 他也就不用这个 很可能 如果你愿意这么分析 反正他现在用了 反正时间告诉我们前后秩序 你说那不是 随你变 我觉得辩论没有任何意义 辩论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们跟大家讨论的是说 战争本可以避免 谁引起真正的战争的生灵涂炭 那才是恶人 对不对 这个东西两回事的 所以在看新闻当中 就你看他为了就是造假的人 为了表彰自己的优秀 你看到了其中他露弦的东西 他必须得 他必须得用 他在这故事剧本再怎么写 也得落在地面上 对不对 说我买一辆车 这辆车多少钱 天下只有这一辆 我花了三千万 是不叫汽车 是叫汽车 你是不是在地上 咕噜走 对不对 那四个咕噜走 对不对 人说我不一定 不一定那叫飞机 那叫导弹 那叫放屁 那绝对不叫汽车 你只要叫汽车 你一定是挨着地面走 对不对 当你挨着地面走的时候 你一定得听那红绿灯了 你不听那红绿灯 旁边一个垃圾车 就给你碾碎了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故事就这么来的 说你写剧本 你一定是这么写下来的 当你说这是剧本的时候 你就逃不出去了 你天哪本事 你也逃不出去了 除非你不叫他剧本 谁跟谁玩 莫斯科推进进攻 发送了巡航导弹 和高超音速导弹 原因就是 在战场上 就是打仗 在战场上 俄罗斯一定保持他的压力 这不是为了打仗 不开玩笑 这是为了谈判 为了谈判 他取得优势 那so far我们刚才看到 都是其的外长 讲述了他们谈判的故事 基本就是这样 所以第二个节目 在讲述 佐伦斯基封掉 国内所有的电视台 和所有的政党化 表明他已经投降了 投降 你说投降 朋友不愿意了 他要封杀掉 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论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胜利了 他没有失败 那反对党肯定指责他失败 那民间的舆论 肯定指责他失败 所以他在宣布 合约之前 一定要奉赏 这就是朋友们的英雄 当然利用权力 不择手段 没有什么不成的 对不对 宾州那个 老指宾州 宾州那爷们他自己弄的 达到自己的目的 后来可能舆论太大了 他心理压力太大 他不是身体压力 心理压力太大了 后来在决赛的时候 他输给了很多 其他真正的女士 我觉得 我出了满笑话的 真的 他可以解决身体上的东西 但他解决不了心理上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有朋友说 大家进行心理训练 我跟你讲 瞎掰 你控制不了做梦吗 当你控制不了做梦 你就知道心理学是骗人的 心理学家都固定自己的梦想吗 控制不了 那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不愿意这么认识 心理学就是否定神 否定自己的灵魂 没什么讲 我们回来 美国国防部 少将 发言人少将 刚才说了 又干了一把 干了黑 叫黑海港口 附近的一个燃料库 所以他 那这种导弹袭击 都是袭击他的储备的东西 所以 炸掉燃料库这些 那燃料库 俄罗斯 乌克兰多了 对不对 他就去 很有目标的选择 来表示我的存在 这是战争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从黑海水域 向修复战争中受损的 俄乌克兰装甲车的一家工厂 发射了巡航导弹 这应该是从军舰上发射的 他在黑海发射的 所以连续两天使用了这种导弹 他说另外一次空袭导弹 袭击了另外一个设施 那个地方是外国战斗人员 就是雇佣军和特种部队的 驻扎地 那这些呢 就这些就没什么可讲 因为他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了 前一天使用炸掉的是弹药库 所以这是他基本说的 先进武器自豪 普京曾表示他是全球的领导者 速度机动性跟高度性 是难以追踪跟拦截的 这是真的 所以他他使用 高超就叫什么超高音速导弹 就是来直接摧毁 英国美国的武器商的和他军援的一切的这种信息 那同时这是摧毁 这个乌克兰军方的信息 因为当他拿到了先进的武器之后 拦截导弹之后 那他用了这种导弹 那些东西都会被摧毁 就是说乌克兰进来的 就像我昨天说的 爱国者恐怕都不好使了 你进来的爱国者 你进来的反导系统 会被这样超高音速的导弹本身摧毁的 废铁一块 对吧 除了军火商挣着钱了 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除了军火商挣着钱了 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那战场上就是这样的了 那其实战场本身也是一种命运之归属 2018年推出了一部分 2016年其实已经首次使用了 普京称它是理想的武器 它的速度跟它的能力 足以克服现在所有的防空系统 所以在这样的讲述中 我们用这条新闻是半导报的 半导电视台 我说涛哥说你还用半导呢 是我也觉得挺那个 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当时半导出了名 因为它是里面带有的一些 就是反对美国的一些东西 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一些东西 现在我不知道该用谁的了 导弹就没简单的了 再简单不过 它放了就是放了 那导弹有这么大性能 就是这么大性能了 真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滑稽 其实不是滑稽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可怜的年代 没有了真实的东西 很可怜 所以当然这个东西呢 如果我还说的话 如果一个人真正有释然的态度 不是超然 超然是站在利益上 超越自己是站在利益上 那释然呢 是早已不在自己利益中了 它才释然 就是它的生命境界的表述 不在这个层面 它只不过看见了 就像站在动物园里头 站在那个猴山那外头 看那个猴山 那猴干这个的 行啊你 挺有本事 但是在里面的猴 有人说你埋态人 高级动物是猴 不是我真没埋态 人家自己定位的 所以你别说涛哥骂人 涛哥骂的是高级动物 从来不骂人的 骂人是侮辱神的 有几个人有这个认识 骂人是侮辱神的 有几个人有这种认识 半导电视台的记者应该是 这是一种能够携带 核弹头的导弹 西方防空系统无法追踪它 它是不可阻挡的弹道导弹 所以这就是换句话说 它借助乌克兰 俄罗斯在与欧与美英之间的 武器装备的真正的比赛场 so far 当他拿出这种东西的时候 普京输了 已经输了 无论你拿 除非你的爱国者 把它给拦下来 你没有拦下 你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整个防空系统 拦不了它 它攻击的目标 特别是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跟外国雇佣军的地方 那它当然是应该有防空的 因为它们只是在地面上活动 你要替它防不了它 被它炸了 那没什么可讲了 而头一天使用的 它炸的是一个地下掩体 也就是说 它在 就是俄罗斯在使用这种武器的时候 它携带了不同的弹头 攻击了不同类型的目标 你要理解它的故事 它在测试里 而你没有听到任何防腐 就今天的新闻宣传 如果把它的超高音速导弹给拦了 你看看媒体是什么 你看社交媒体是什么 没有 对吧 普京2018年宣布这是最好的 可以打击世界任何地方 可以躲开美国制造任何导弹盾牌 所以这样的东西 它第二次发射 美国没敢出声 英国没有出声 北约没有出声 它知道玩不了了 所以我只能说挺悲剧的 真的挺悲剧的 这里面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没有 真的没有 有些人不愿意接受 挺可怜的 华盛顿搬到 第二年它为了华盛顿搬到 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 可能会潜伏在美国领海外的船只和潜艇上 都有超高音速导弹 国会 美国国会一直积极开发这种超高音速 5马赫的音速发动机 在常规打击当中的一部分 战略部队战略司令部的前司令 这些武器可以当其他部队不可用拒绝进入或不受欢迎时针对遥远的遥控的防御的时间紧迫的威胁包括机动导弹做出灵敏远程准确的打击 就是这么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